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身體夢想家的車樓 我是Tommy 如果大家想在未來的幾年時間 我們買一層樓 用來退休 或者用來度假 還有又有要求 總價不可以太高 環境又要好 有景觀 以及回到口岸 又不可以太遠的情況之下 今天Tommy 帶大家看的這個樓盤 相信一定適合大家 我現在鎖住的位置 就是位於中山市的南部片區 神灣鎮的磨刀島上 今天帶大家看的這個樓盤 就叫做南城香山小池 這個樓盤可以說是一個景觀樓盤 即是環境非常之舒適 我們是可以在自己的單位上 就可以看到崗景 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田園景 包括一些濕地公園景觀 所以說這邊我們用來度假 或者是用來退休 其實都是很舒服的 即是大家不想要有那些城市的宣療 想要在鬼隱田園生活的話 我相信這裏是很適合大家的 我現在來到的位置就是 是南城香山小鎮的一個十桌布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整個十桌布都做得很漂亮 真的很有藝術的感覺 現在我們就進去他們的十桌布 跟大家來講解一下整個樓盤的情況 這裡有一個整個盤的配套圖 我們可以先跟大家來講一講 它整個盤總共是分了四大期開發的 現在在這邊的一至八棟 其實早期有了解開過這個盤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這邊是屬於水環間組團 是第一組團來的 目前這邊的景觀來說 其實是整個這麼多旗是最漂亮的 因為他們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個光景 而且視野是沒有任何遮擋的 目前他們都有最新加推的新的一個組團 第二組團 這邊的話 它對比上一期他們的護形和裝飾是做了升級的 這邊首先第一個 全部是大人精裝修膠服的 第二點就是它的實用率是到達100%的 所以這些護形是會更加實用的 我們再來看整個盤 它的其實配套大家可以離遠一點 其實它邊邊一圈都有寫所有的配套 包括它有個香山小廚 有個商務中心 包括商業街 其實這些後期全部都會有的 包括有很多的營地 泳池 公園 筆術館這些 包括酒店 它都會有很多配套 可以說這個整個盤 我們可以說是自成一角 即是環境非常舒適 之餘 它自身都會有相應的配套 讓我們可以去解決到 我們日常的一個生活的問題 即是我們想去買東西 去逛逛街 其實在我們自己的屋子都可以解決到 我們再進來區位地圖 跟大家再詳細說說它的位置在哪裏 我們現在就來到瘦拉寶 現場也有很多人在提樓 我們先拿一支蛇筆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這一大塊 就是南城鄉山邵鎮的一個區域地圖 以及整個磨刀島的規劃 以及南城鄉山邵鎮 它們自己一個盤的一個區域圖 我們現在可以先看一下區域地圖 地圖上有一個藍色的點 這裏就是我們的樓盤 它全名叫做南城六島鄉山邵鎮 它所處的位置是在中山的南部片區 岑山邵鎮的磨刀島上面 是屬於一個島上的一個物業 這邊的話它會有些什麼優勢 例如我們其他鎮區的盤 或者市區的盤 首先第一個 這邊因為它在島上 所以它是四面橫剛的 所以這邊的環境會比較舒適 第二個就是磨刀島的話 其實是屬於中山的第二大島嶼 第一大島就是馬鎮島 馬鎮島那邊主要是以一個產業為主 包括引進深圳的一些企業 做醫藥、做一些科技等等的一個產業 是在那邊的 至於磨刀島這邊的話 它們主要是做生態旅遊 即是環境比較漂亮的為主 我們再說回 這個真的是島上物業的一個優勢 其實這邊的話 它們都是相當之近珠海 以及回去口岸都很近的 因為神灣鎮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大約可以留意到 它和珠海的斗門 其實這塊已經是珠海 它只是隔了一條一缸之隔 所以說其實從這個磨刀這邊 我們回到最近的珠海那邊 十分鐘時間 就已經可以到斗門那邊 如果是說我們回去 廣州大橋人工島那邊 我們自己開車或者坐車的話 大概的時間 現在都是半小時時間就可以到 所以說都是很方便的 我們從海岸過來半小時就可以到 那我們周邊有什麼配套呢 首先大家看看 目前如果是說我們想要去逛街 想要買東西的話 因為整個南城這個盤 它是屬於剛剛開發沒多久的階段 上去才剛開發的 所以說如果目前我們想要去買東西的話 我們就大概坐個車 打個滴滴滴 那就去回這個位置 神灣的中心那邊 神灣中心市場那邊 那邊其實都已經是會有現成的街市 Shopping Mark 包括有KTV 有等等的配套設施 全部都已經在那邊 我們打個車大概十分鐘時間就可以到 都相當之方便的 然後的話 如果是說我們坐船 其實都可以選擇 因為就在我們的樓盤 樓盤對面就是斗門 斗門那邊是會有一個叫做 斗門港碼頭的 那個碼頭其實之前 一直都會有開通了 去香港、北、澳門的一個航線 但是因為疫情的原因 他們就停了客運的航線 就保留貨運的功能 預計在一兩年的時間 政府都會將客運的航線 我們重新開通 所以到時候我們是可以 直接坐船 就回到香港的中港城碼頭那邊 而且樓盤自身 他們都會有直達巴士線路 在今年的年齡 收了樓之後 就可以在自己的屋苑 我們就坐直達巴士 就可以回到港珠澳大橋引工道那邊 這邊除了近珠海之外 其實去到中山市區 石旗那邊都不遠 大概都是半小時的時間就可以到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目前在中山南部這邊 其實會有一個高鐵站 是叫中山南站 正在建 這個站點的位置 它就是在三鄉和坦州的一個交界的位置 從樓盤這邊過去 差不多是15分鐘左右的時間 到時這條 這個站點整好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它有很多的線路 包括可以去到珠海 可以去到鶴州站 包括都可以去到珠海站那邊 珠海淡仔珠海的拱北口岸那邊 我們往上走 還可以去到中山 去到廣州的南沙 包括去到廣州南沙站 廣州南站那邊 都是可以去到的 所以其實交通 這邊未來都會是越來越方便 所以是一個這樣的一個地塊 我們再來說回 整個島的一個情況 整個磨刀島其實是分了三大板塊的 我對它說到 其實它整個島 政府的定位是叫做一個 國際生態優限島的 真的聽過名字就知道 很誇張 這邊它是 未來是重點一個給大家來旅遊 來玩的地方 所以它生態環境是相當之好的 首先我們看看 整個島是分了三大塊的 目前的這邊 就是我們的南地塊 大家會看到其實它會有很多的高樓大廈 包括其實我們的南蛇 鄉山小店都是在這個位置 這邊這個板塊主要是整個島的一個配套設施所在 即是我們日後的一些商場 酒店 包括一些遊樂場 其實都會集中在這個板塊的位置 然後再來到就是中間板塊 中間板塊這裡大家會看到其實是沒有什麼很高的樓的 全部是這些少高樓幾層高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產業板塊 因為其實整個神灣鎮 其實它原本是他們的一個特色的產業 即特色大家知道 神灣菠蘿 以及神灣的和蟲 這些是他們比較出名的種植業 他們其實都會有一些加工的產業在這裡 到時候就會主要集中在這個板塊 而且大家會看到其實這裡是會有碼頭的 有個神灣港碼頭 以及那邊會有個遊艇會的 所以到時候這邊他們都會有相應的一些 關於船方面的產業 其實都會集中在這一塊 中間就是產業板塊 然後在最北面的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叫做休閒娛樂板塊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全部都是陸遊有一片的 是沒有樓的 到時候這邊我就是 譬如說到時候外邊的旅客來這裡玩的時候 主要是集中在這個板塊 這裡會有一些叫做低空飛行區 就是我們說可以玩熱氣球 可以露營的地方 包括還有一些 譬如我們摘波爐 一些田園的東西可以摘草莓 摘波爐 都會集中在這個板塊 就是比較親自 老人和小朋友 其實都適合的一個地方 主要是集中在這個板塊的片區 整個島集在身上 就是一個非常適合 我們來旅遊玩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就再和大家 一起來說一下 他們的一個 流氛情況是怎樣的 今天監司就和大家介紹了 南城鄉山市場的一個區域 包括周邊有些什麼配套設施 接下來我們就和大家一起說說 整個樓盤裏的情況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整個南城鄉山小鎮的一個樓盤圖 總共分了四大旗 這邊就是最早的一旗 其實我們叫做第一組團 叫水環間 目前就是剩下少量的一個貨量 然後後面這一塊有起套的位置 其實就是叫做第二組團 叫做六明園 目前都是最新加推到這裡 另外還有這兩塊 即現在未有高樓的位置 這邊就是他們後期的 第三大旗和第四大旗 這兩旗其實都是配套集中的地方 即是包括我們剛才說的 它的商業街 它的酒店 包括它還有一個二養學院 等等的配套設施 其實都會集中在後面的兩旗的位置 還有整個樓盤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沿著西崗而建的 即是這裡是樓盤 其實隔了一條樓外邊這一塊 就已經全部是崗 一路這樣一個樓盤包著 整個樓盤是被崗包著的 所以它屬於一個倒尖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 在這裡 我們無論是買哪個洞杖 或者是哪個戶型都好 基本上多多少少都會看得到的 所以說這邊是一個環境 相對不錯的地方 以及除了樓盤這個 大家會看到它旁邊這裡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生態濕地公園 這裡其實據政府統計 這裡有一個三萬席的白樓 已經在這裡居住 即是已經定義在這裡居住 我們平時散步的 走過去都會看到很多白樓 在那裡飛著飛著有水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白樓是對生態的環境 是很嚴格的一個動物 即是它環境差一點 它們是不去的 是很嚴尖的 所以說有得在這裡 證明這個區域 它的環境是相當之不錯的 這個生態濕地公園 其實目前都是有的 但是政府的話 他們現在都是計劃 會將整個生態濕地公園 做回一個升級 以及會將它做得更加美一點 到時我們都可以期待一下 再來說回樓盤的情況 我們剛才說到的配套 首先在那邊 現在這個白色的 好像是阿線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現在的十多部位置 到時那個位置 就會有我們所說的酒店 有商業街 就會集中在這個位置 這邊的話 第四大塊就會有商業街 包括那裡也會有酒店 就會集中在這兩個版 目前正在賣的 實際上第一個 第一組圈水環間 這邊的面積是有三個面積的 86平方的三個一位 1802平方的三個兩位 以及119平方的橫廳四方兩位 目前這邊其實已經是 剩下我們所說的尾貨單 即所剩是不多的 有甚麼位置可以選擇呢 實際上第一個 這個是三棟來的 目前三棟還有少許的樓層 還有五棟這邊還有幾間的 後面有119平方的單位 還有少許的樓層可以給大家選擇 還有就是六棟和七棟這邊 即是每一棟都得到零零星星的幾間 這邊他們在加樓的時間 在今年的年底就會正式加樓 是整個盤來說 他們最早的加樓盤 這個第一組團的優勢就是 景色很美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一塊 是全部沒有氣樓的 所以他們看過乾淨 這一棟是很美的 所以大家如果對景觀 要求特別高的話 Tommy建議大家 可以去考慮第一組團 水環間這邊的一些單位 這裡除了有樓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中間這裡 有一個很大的草坪 這個草坪是給業主用的 我們到時候都可以在捷的樓圈裡 可以在樓下形 即是帶在帳篷或帶著樓樓來玩 其實這裡都是相當好的 再出來一點 它就會有無邊際泳池 到時候我們可以在瓶池裡 看到是和缸是差不多平齊的 是很漂亮的 再出來後 它就會有一個很大的運動區域 包括有淡球場 遠無球場等等的配套設施 這邊全部都做好了 整個綠化率都是超過了40% 所以它的居住的舒適感 是相當好的 第一組團這邊 目前大概的均價 都是在7000多元到8000多元 的一個價格幅度在這裡 現在他們原本的家樓 是無批家樓的 但目前法律章是活用的政策 就是活送裝修 即是我們都可以做到 正裝修交付給大家 然後再過來這邊 這邊就是我們新的組團 第二組團叫做六明園組團 整個六明園組團的設計 和第一組團會有少許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除了有高層住宅之外 那邊其實還會有些別墅的產品 就在這個位置 現在他們的別墅產品 暫時還未開售 主要在一些碟碎為主 大約一百多平方的壺形格局 高層住宅來說 總共是有10棟的 目前最先開售的就是第一棟 那一個75平方的壺形 和六棟的那些單位 一棟的話 它就是一個兩梯五火的設計 那75平方就是最邊邊 最突出來的那個位置 75平方它是一個西北朝向的 到時會看回第三組團那邊的位置 然後第六棟這邊 它同樣都是一個兩梯五火的設計 首先第一個 最出來的這兩個壺形 前往南向的 就是一個89平方的三個兩梯兩個位置 大家其實會留意到 它的壺形是會比 千年大一組好的 千年大一組團的話 他們的86平方都只是做了三房一次的一個格局 那它們帶了少許 就已經可以做到三或兩次了 而且整體格局會更加之大 然後在右邊的那兩戶單位 就是一個110平方的一個三加一房兩次的壺形 它這個壺形其中有一間房是全陣數給我們的 但是它到時正裝交付的時候 由於它是全陣數 所以那間房是沒有幫我們裝修的 我們後期是需要自己再去整理它 最後一個就是一個單戶的壺形 一個98平方 就是這邊這一戶 98平方單梯隊的壺形 它同樣是做了三項兩帖兩位的 那這個壺形它的實用率 是所有壺形裡面最高的 它是超過了100%的實用率 去到103%的實用率 所以贈上秘積是相當之多 就是說我們是比較多的 那當然其他我們剛才說的那幾個壺形的話 其實它們的壺形都挺實用的 其他的那些壺形它的實用率 大概都是95至98%左右 所以它整體的壺形會實用很多 還有它新加的組團 除了它的壺形有升級之外 第二個就是它的裝修標準 其實都會有所升級的 那包括很多的細節位 包括它們的一些水龍後位 原本前面那些是一些不可移動的 那它們變成了是一個可拉伸式的 就是會有等到一些細節位 它們做了雙人的升級的 那第三個它的優勢就是 它的景觀來講 雙邊第一組團就會多元化一些 因爲我們第一組團水環間這邊 它們可能單純地看水景 單純地看水景 那第三組團這邊 它們除了可以看到光景之外 還可以看到別墅景 看到山景 看到一些溼壁公寓景觀 也有幾重景觀在這裏 所以兩邊都各有優勢 所以就看看大家如何取捨 那整個樓盤的情況 就大概介紹到這裏 我們現在就一起帶大家去它們的原龍那邊 看看它們目前的進度是怎樣的 OK 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西江的江邊了 這裏就是南城鄉山小山 它們最大的賣點 就是我們每天可以在自己的單位 我們就可以看到後面這麽漂亮的光景 這條江岸其實是一路從珠海那邊 即是大河一路流進來 然後就往中山市區方向 一路去北上去 就是一條活水來的 OK 再轉過來 在我身後其實就是 目前南城鄉山小山 他們賣的叫做第一組團 水環間這邊 大家可以見到 其實它整個設計是一個妖型的設計 即是整個流動分佈 所以它中間這裏是沒有樓的 就會留了很多位置 可以做一些圓林綠化 包括一些配套設施 所以說大家想要景觀美 即單純看光景景觀美的話 可以優先考慮一旗這邊 還有少許的單位 大概單價是八千多元 又帶來正當收交付的 面積最小的86平方 三房一次 去到大一點的102平方 三房兩次 以及1192平方 四房兩次 都可以選擇的 如果我不喜歡這麼光景的 目前賣景的第二組團 叫做六明遠 就在水雲間的後面 那邊的第六棟後面遮住了 在那邊 目前賣一六棟 面積段來說 它有最小的75平方單位 大一點的有89、98和110平方 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大概單價都是8000元上下左右 又帶來正中收交付 還有它們目前都有一個車位贈送分別 所以說它活動力度都比較大 新的組團 它的優勢就是 它的整體的會形實用率會更加之高 是去到接近有100%的實用率 還有它的景觀來說 相對比一旗 它會豐富很多 除了望江之外 有別墅看 有濕地公園看等等 所以說它的景觀會更加多元化一些 所以就視乎大家的喜好 還有它因為是最新加推的 所以說它相對來說 它的流程選擇都會多一點 譬如大家有自己生意的數字 我一定要那些流程 可能就可以重點去考慮 它們新加推的六名丸的這一期產品 今集節目 Tommy 又跟大家介紹了 整個南城鄉山小鎮 它們的區域 包括它的配套有些甚麼 在下一期影片中 Tommy 都繼續跟大家介紹 南城鄉山小鎮這邊 在它們最新加推的六名丸 這一期的情況是怎樣的 以及它的戶型教育會有甚麼優勢 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下支影片 今集節目到這裏 Bye Bye